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最新频道 这个频道叫和我一起玩游戏 今天呢我想要教大家怎么样用陪乐多 和我们的小孩小朋友们一起玩这个医生游戏 今天呢我们是要玩一个牙医 怎么样那个牙医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病人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陪乐多的一个泥 然后呢我们需要用这个白泥 白色的一个橡皮泥给它做出它的牙齿 我们先要造出它的牙齿 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一部分的陪乐多的白泥 然后这个是红色的白泥 然后下面这个是黑色的白泥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白色的白泥呢捏出来一小块 然后呢我们拿到我们这个牙齿的这个形状 这个模子去做一个牙齿 小小的牙齿出来 然后稍微的按一压 然后稍微的按一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牙齿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牙齿已经做好了 然后把多余的橡皮泥往下 扒下来 然后这里呢我们稍微的按压一下这个牙齿的这个形状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牙齿 这一颗虎牙固定在它的位置上 然后总共呢我们还要再做 嗯 再做七个 我们上面有 上面有八个 下面有八个 然后我们不光要做出这个健康的牙齿 我们还要做出它坏的牙齿 坏的牙齿怎么做呢 就是做的时候一定放了黑色的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做它的牙刷 然后在做牙刷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红色的泥呢 给它当做是一个牙刷的牙膏 然后给它稍微的再把它往上刷 是不是很好玩 然后呢这里可以看出很明显 我们这个病人呢 有一个黑色的蛀牙 就是希望我们就像医生一样 在医院里面呢 也是拿这个牙钳 把这个蛀牙呀给它拔下来 哎呀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好的牙齿 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牢固 也是掉了下来 让我们给它稍微的按回去 然后呢 这个前面呢 我们看到这里也有一颗牙齿 不是特别的健康 然后这个牙齿上 不光是有蛀牙的这个 有个蛀牙的这个黑斑 然后我们现在用电钻 把它这个黑斑给它钻掉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也在这里也要像 专业的牙医医生一样 我们要在这里呢 给它做一个 内嵌物 给它做一个牙齿的一个填补 人家这里有一个洞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洞给补好 然后我们拿我们的工具 给它敲敲屏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移上去 然后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这个 把这个泥巴呢 给它放到这下面 这是它的下巴下面 我们可以干嘛呢 然后 再给它放到前面来一看 把它挤出来就可以看到它的舌头 是不是 往下压了 然后它的舌头就出来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做出了一个舌头 是不是超级酷的 然后这里呢 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橡皮泥有的时候会从上面部分 然后再出来 然后在做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上发的牙齿呢 是在合的时候是合不上的 如果你有上发的牙齿的话 因为它会挡在那里 它就不太好合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要把它的上排牙齿 很可惜的都要取掉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 重新的再把它上排牙齿放回去 是不是很惨 然后呢 我们这个小朋友呢 这个是掉了颗牙的 所以我们上面是少了一颗牙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大牙呢 这里是也有柱牙 然后我们用电钻 给它把这个黑斑给它钻掉 然后这个柱牙黑斑呢 一定要是取掉 这样才能有益于我们牙齿的生长 然后我们再给它做填充 然后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病人呢 是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然后 然后我们这个牙齿呢 是有一点脸的不稳定 然后有的时候会往下掉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 是和大家一起玩裴乐多 玩一个橡皮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 当然也可以订阅我们的视频 我们会定期的推出更新更好更好玩的视频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跟朋友们分享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下更多更好的意见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